一個人五百塊 會因為五百塊而想要出去玩 我問過所有的人 沒有任何人有這個動機 這個如果有補助 就是補助到本來他就想要去的人 那很多人在講說 這是政府就是把我們左邊口袋的錢 放到右邊去 意思是一樣的 台灣人出國的花開銷 是國內旅遊的兩倍 那也就是說台灣人不是不敢消費 只是說你這個消費 要讓台灣人覺得物超所值 就是如果這個品質是好的 叫我花多錢我也願意 那可是如果你的品質不好的話 你用一昧地用補貼的方式 我相信那個只能是飲鎮止渴 短期內就得起來 可是長期來看 你還是要有一個完整的配套措施 因為台灣人我們不是搬啦 大家不是搬啦 現在連行又起來 連假航空起來以後 大家視野打開以後就知道 什麼叫做物超所值 每一個人都知道台灣的飯店喔 跟國外比起來太貴了啦 再來風景 我一直講喔 結果都被人家罵 我們的風景只有在風景區裡面很美 但是你到我們的不要說一定要到鄉下 你到我們的街道去看一下 鐵皮屋啦 雜亂的招牌啊 一點都不美 所以我們要把整個觀光拉起來 是要整體台灣的美 不是只有風景區裡面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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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我們為什麼喜歡去日本 一去再去光是小巷子 光是小小的一個馬路還沒有到風景點 都讓你覺得很美感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一起努力 讓我們心中的美感一起發揮出來 整體台灣才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觀光客來 因為這個錢如果一次性的補助 它用完了以後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是把這樣的一個經費 有系統的把它統整起來 針對一些我們可以排優先順序嗎 哪一些地方變成是最先優先要去做輔導的 或者是去做規劃的這些資源或文化 那依序來把各個地方的特色的觀光資源 把它建設起來 我想這才是一個長久之計 自由市場經濟政府不應該介入 但是當你政府開始行補助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介入這個自由經濟 那當你介入了你補貼以後 你拿人民的納稅錢去補貼這些旅遊業者 補貼這些飯店業者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它的價值價格 就必須政府就是要介入 因為我今天補貼給你 那如果你搞任意哄抬價錢的話 政府如果發現不但要取消這個補貼 而且名單還要公布 你要用這種強硬的方式 才能讓這些飯店業者裡面 少數幾顆所謂的爛的老鼠屎 把它揪出來 不然你會因為幾顆老鼠屎 害了整個認真經營的這些飯店 或是旅遊業者 我覺得政府在這一塊 目前我們看到政府是給糖給很多 補貼補貼補貼 可是在把關這一塊 政府目前做的還不夠